今天是当初吃饱保身体 但是中医生也特别体制 包括十串大波汤 八丁炖鸡汤 也就是白骨汤丁丁 民众常常常用来进步 中药材 所以不一定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体制 如果适用过量 电脑的造型身体不尽快 建议民众吃饱 无糖过量 当然要充足补充水分 接下来造型保白身身体 所以电脑上了健康 这节目天气最上变化 让很多警察官的民众 身体是感觉又要动不着 到最后充足就要来到 很多人普遍都有用吃饱 来消滴体来善气的观念 这时就有很多人 都会三点以重要进步 中医生老书亲表示 用北京 这些十串大波汤 来作为基礁药材淀汤 除了保气保火 还有温养欲汗的好个 许多民众到了冬天 就习惯就用进步的方式 来软身来驱除我们体内的寒气 那大部分我们的食材 我们的药材都会用 就是八针或者十全当基础 那当然还会为了提味 就有些人他会再加上 八针他的 他就是四菌子汤跟四五汤 那四菌子汤它是以补气为主 那食物是以补血为主 那这样就是八针就是气血双补 那如果再加上一个黄芹跟肉桂的话 那就是加强 他的那个提高 补养身体的氧气 它这个都是偏于温补的部分 那对于说像高血压啦高血脂啦痛风啦 糖尿病啦或者有发炎状况的这些人 其实并不是那么合适的 所以还是会建议说 如果是我们煮了一锅汤 大家就全家人一起吃 吃了小碗 那顺应这个节气是OK 但是如果要长期进步的话 还要经过医师的诊治 合格的医师 现代人因为工作 那这是生活的疾患 时尚都有嘴巴 学面到面膜 批击不好的情形 如果当时 还有点在冷气房 欠缺乏运动 容易作成外寒来着 那这是寒着 减习的体制 中医书的体制 有这种正常的面穿 没有学习文部的药材 如果是喝酒 那这是吃专注的料理 也很容易的脱水 一定要记得补充足够的追换 这一新新闻 中区别人王小山 到你去 彩虹博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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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